郑公显被性侵还抓奸在床女星甩老公巴掌气到缺氧林芸汐,左在剧中遭坏人跟踪,差点失身。 东森提供,记者萧芳起,台北报道Junior纪颜凯与林芸汐在东森每位满个原本是恩爱夫妻,因小三邱佩奇的介入,陷入婚姻危机,邱佩奇更介。 故借助他们家中,趁郑公不注意,和Junior纪颜凯在家中偷情,前晚播出的剧情中,林芸汐更遭小三陷害,在外险遭坏人强暴,让网友气到想砸电视。 而林芸汐现实中也曾经历劈腿轻伤,当时更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走出。 他坦言跟老公和小三的每场对戏,自己都忍不住气得牙痒痒的。 林芸汐表示,抓奸在床的那场戏,我准备冲出家门,却被Junior抓住,试图要跟我解释,我便狠狠甩他耳光,要他放开我。 其实拍戏时有说好要借位,但拍摄时我情绪一上来,连赏了他好几次巴掌。 但后来可能真的打得太痛了,Junior就问我平常这种戏都习惯来真的吗,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,但一开拍情绪又上来,又是结实的一巴掌甩过去。 林芸汐表示自己还因为情绪太大,每次一吼玩,打完,就会顿时缺氧眼前一片黑战不稳,必须要蹲下来缓和完情绪后再继续下一个镜头。 Junior继颜凯,又,与小三邱佩奇在剧中被抓奸在床。 东森提供,此外,林芸汐在剧中先是被坏人跟踪并打婚,还被拖到树丛下,想要侵犯。 这场戏因歹徒要撕破衬衫,若应重来还原需要废时复原,所以在拍摄前,导演让眼歹徒的演员和。 她不断地演练排戏走位,演员的动作表情与机器一同走位,很顺利地在正式拍摄时一次OK。 林芸汐表示自己过去曾到按摩店做肩颈按摩,却遭不良的按摩师借故往不该按的地方按去,虽她当下 制止按摩师也助手,但自己当时却不知为何不敢对外求救,只能忍耐完半小时的疗程后赶紧离开。 而她在拍这场戏时,脑中也浮现许多社会新闻的画面,跟着陷入那些无助被害者的情绪里。 每位满格于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在东森戏剧40频道播出。 已经加好友了,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,谢谢。